7月21日下午,283名旅友在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高湖镇西头村旅阳洞突然遭遇强降雨被困 目前已有4人步行于南,其他人员在22日全部获救 记者了解到,21日,有包括3辆自家有小客车和4辆越野车在内的共计283人 通过微信群等联络方式自发组织到靖安县高湖镇西头村旅阳洞沿河进行户外徒步运动 当天下午2点钟左右,江西靖安县高湖镇西头村局部暴雨,突发山洪,溪水上涨 户外人员遇险被困,据遇险者回忆称,当时下雨后不到20分钟,洪水就猛涨起来,让他们无路可退 上到那个大瀑布上面,然后就立马开始下暴雨,不到20分钟,那个洪水就直接不能退了 我们是正好从大瀑布那边退下来了,爬到一个小山坡上面,然后在那里躲雨 我的雨没了之后,从旁边那个岩壁山,就是直接摸得过去的 全是那种起泡枕都山上摸过去 在这道求救后,当地官方组织了消防队员,公安干警,蓝天救援队及300多名干部 调动消防车,救护车,无人机等20余台设备在现场拉网式搜救 就是我们到的时候,就是他们被困在那里,有孕妇 而且他们穿的都是拖鞋,天又比较黑,然后这个山路比较难折 所以说我们的人,就是跟他们一起守到那里,守到了天亮 然后再引导,大家一起下来 据当地官方通报称,721静安旅阳洞山区山洪遇险旅友为283名 经过近17个小时的搜寻救援,已有279名旅友脱离险境 其中80名旅友是经搜救脱险的 最后一批被困旅友,今成80与救援人员会合 有4人不幸遇难,目前遗体也已找到